不满政府颁布宵禁收盐防疫 荷兰海洋民众连续两晚出来抗争 示威者霸占交通要道大声喧哗 还纵火焚烧脚踏车 警方骑警队一到现场 示威者就鸟受散 警消一边灭火一边抓捕 纵火嫌犯忙得焦头烂额 据报还有警察遭抗议人士 投掷的石头给击中 而整起警民冲突的导火线 是因为当局祭出 至少三个礼拜的封锁措施 尤其还要对拒绝接种的人 采取限制行动 荷兰是西欧第一个 开始进入准封城状态的国家 因为新冠疫情正藉由寒冷 天后传播开来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欧洲是当前病死人数 唯一在增加的地区 其中以俄罗斯 德国和英国的人数最多 大家都很纳闷 很多欧洲国家明明完整接种率 抽上七八成 为何疫情反而比缺疫苗的亚洲国家还严重 即便接种完两剂 高龄人士与免疫力低下族群 仍可能出现突破性感染 而且病毒不断变异增强传染力 即使一小部分人口未接种疫苗 也可能推动疫情传播 疫苗效果会随着时间减弱 导致许多人必须接种追加剂 特别是老年人口 专家还发现 疫苗对重症保护力并没有减弱太多 不过要是轻症病患过多 一样会冲击医疗负荷能力 一直有一派民众认为 要不要打疫苗 纯属自己的自由权利 当局不应该也不可以逼迫人民 非打疫苗不可 向奥地利要求拒绝接种的人 从15号开始进行十天居家管制 否则就要面临高额罚款 就引发了民众抗议 历经长久的反复封城 居家禁足 还有国境管制 好不容易熬到现在 绝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弹性疲乏 如今高接种率却无法带来低感染率 进而换取更多生活自由 难怪拒绝疫苗的人更加振振有词 然而另外一派民众认为 与病毒共存 并非把防疫措施全部抛到九霄云外 而是在打完疫苗同时 继续保持个人卫生 像是勤洗手 戴口罩等等 世卫专家示警 因为秋冬人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室内 加上许多人都已经防疫疲劳 疫情恐怕再度严峻 情况不容乐观 环宇新闻 无线上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机制掌握全球时事根最新驱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